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在日本餐厅经常见到的 尺背刺身 尺背肉质爽口 带独特浓郁的海水味 而且价钱平民 所以特别受欢迎 首先我们用豪刀打开壳 摄把刀进壳欄里面 哎呀 尺背太新鲜 壳欄都关上了 不要紧 一会再开壳 我们先开住第二只 摄了把刀进壳欄 摄开黏住在壳欄里面的背柱 背柱位置有四个 分别在每边壳的两端 摄松了之后 壳欄就很容易打开 定一定镜给大家看清楚 背柱的四个位置 好 先处理关上盖的尺背 大家可以用刀背 在壳欄边敲个洞出来 小小个 够大 摄把蚝刀进去就可以了 接着一样 摄在四个背柱位 打开盖 之后再松一松裙边位 用手把肉扯出来 冲洗一下血水 再压一下 再硬一压干它 再硬一压干它 我们先看一看尺背 两边黑色的内壮 和裙边位置 先切它出来 从指柱位置下刀 沿着鱼边割开它 打开它再看一看 橙色这两条裙边鱼留下 黑色位置和两边薄膜都不要 飞走它 沿着裙边鱼慢慢切 沿着颜色下位置 挤解 إذا配在鱼上 硬末是有效的 大流洞 沿着平衡 高级做柄 均衡 沿着鱼上 滑闪 距衡 切好了 这种黑色的东西当然不要 剩下裙边还有中间的背柱 我们现在创开肉身 在这个位置落刀 横刀切到另一边鸡冠位就停 不要切开 怕线可以放毛巾墊底 打开肉身 会见到两边有黑色的东西 东西当然要飞走它 不吃得落肚 一定要清得干净 清不干净的话 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腥 再用刀刮走它 清除内脏和污脏东西 就下盐刷走散 所有洞洞洞洞都要刷得干净 两条裙边要温柔些刷 小心刷断 接着洗干净它 再用毛巾印干水 哎呀不小心刷断了裙边 裙边的背柱头 还有些污脏东西未清好 要再割一割它 好处理好裙边了 再用毛巾 抹干净块肉身 边位如果有披口 用刀割一割齐它 会英俊很多 这个时候用力拍一拍它 除了可以知道尺背身不新鲜 最重要的是令肉变得更爽脆 见到肉慢慢缩 就代表新鲜 好似这块 最后沿着边位芥花 上碟摆盘 大家记得洗干净壳壳 先好放上碟 因为壳壳会有泥 大家可以把尺背肉 直接放在壳上 简简单单 加两枝食用花装饰一下就算了 完成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尺背刺身分享 大家有问题可以PM我 想买尺背的 可以去J2HK.com 或者WhatsApp我们下单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